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 家里的水壶永久,水壶里面就会有厚厚的水垢,很难去除 那今天教大家一招,只需要在水壶里撒一把塌,就可以轻松去除水垢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家里的电热水壶我们是每天都会使用 但是使用久,大家就会发现水壶底部就会有一层水垢 如果长时间不将这个水垢去除,那会导致这个水垢越来越厚 今天教大家一招,去除水壶水垢的方法 方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准备淀粉 将淀粉撒入壶底,但是不要太多,少量的就可以 接下来多倒一点白醋 接下来我们直接接一点水 不要太多,拌壶就可以 接好水之后,我们直接将这个水烧开 水壶的水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醋里面的醋酸会与它发生反应 在加热的过程中,就会溶于水中 这时我们只需要等待水开就可以了 等水开之后,我们需要静置半小时左右 这样就可以有效将水壶的水垢轻松去除 不需要任何清洁剂 而加了淀粉之后,可以有效地将这些污垢吸附下来 时间到,我们再将水倒掉 最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水壶 可以看到水垢轻松去除了 我们再接一下清水,将水壶清洗到两遍 看一下水壶是立马干净如新 如果你家水壶也有水垢的话 那就赶紧试试这个去除水垢的方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去除水壶水垢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